數學是一套為了描述自然的語言 尤其到我施工系之後才要去 很多用電腦來描述這世界的時候 真的都是要靠數學這套工具 就我們以前我們就 小時候的時候其實學了算數 就是要幫助我們計算數量 例如我們看到這裡 這裡是圓盤 那我們可以很快利用3乘6 就鎖出來它的18個 而指對數這個東西 它其實會幫助我們了解 時間跟變化率的關係 以這個圖來說 它講的是從1900年到2000 2010年的台灣的人口變化 那紅色這條線 代表是說如果我們今天是 成長率是固定的話 它應該是以紅色這個線來發展 所以從這個表可以看出 1950年後人口增加率變大 而1995年後人口增加趨緩 對所以就是我們透過這個指數這個函數 就可以看到這個人口那種變化的情況 在1950年後大概就是我們俗稱的那種什麼嬰兒潮 對戰後嬰兒潮 但是到1995年之後 就是大家的那種生育力可能意願就很降低 人口就稍微趨於緩和 如果照這樣子 如果原本沒有照原本來講 其實現在台灣人口可能會到2500萬 那麼三角函數這個東西 它就是幫助我們顯現那些角度跟編長的對應 然後這個例子裡面想講的就是說 如果我們從台大去看信義區的101 水平距離大概是2700公尺 101高度大概是508公尺 所以這個仰角大概是10度左右 那如果今天500公尺處有一個 大概20層樓高的大樓 可能就會擋住我們的視野 那項鍊要描述的是什麼呢 項鍊想要描述的就是移動 或者用更有學問的術語就是衛移 什麼又是衛移呢 我們可以說從台北移到高雄就是這種衛移 從紅蝦雨移動到釣魚台是這種衛移 然後從座標平面上的點25 移動到點36也是種衛移 所以從這個圖表就可以看出 從彭佳雨移往釣魚台的最近距離 就是從彭佳雨到釣魚台 所以就是說同樣對於一個釣魚台 其實從不同的書法點來看 他們都有不同的描述 例如說可能從彭佳雨看 大概就是東方大概就是140公里 那從石環島看大概就是北微偏西 大概是150公里 所以我們以前在看彭佳雨的時候 可能他可能就是給我們經緯度 但是項量就跟我們說 其實我們從不同觀點看 他就有不同的描述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項量提醒我們 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一件事情我們要知道 從不同角度看 其實就是會有不同的觀點 要描述一個項量就是需要一個起點 還有一個終點嗎 其實項量的描述並不需要限定於 一定要起點跟終點 像我們也可以說 常用的說我兩點鐘方向的五公尺處 這個也是一個項量 或者我們也可以把它說 先往東兩公尺再往北三公尺 這個也是個項量 而在我們物理學上 經常看到就是說 一個物體被移動的過程 我們可以用一個項量來描述 而且更抽象來說 我們還可以說 施力的狀態 其實也可以用那個項量來描述 不過對於這個施力的狀態 我們稍微留個伏筆 到後面再討論 我們先來討論 就是單純是位置的狀況 兩點鐘方向的五公尺處 也描述了某個位置 所以項量這個概念 也提供了位置的資訊 對的確 古人就是利用這個智慧 來幫助我們確認某些 那個東西的位置 例如古人在仰望星空的時候 他想要尋找北方在哪邊 那他就利用這個北斗七星 北斗七星的斗燒 他說延伸五倍就會是一個北極星 好 那我們 對 然後記住 這個是只有在那個春天的晚上 比較容易利用這個方法 那在秋冬可能就是利用那個先後座 那這是一個模擬 2013年3月31日晚上9點 在河灣山往北方看的一個星空 好 那這裡就是一個大熊座的北斗七星 好 那我們要找的就是 北方就是其實就是這樣 這個小熊座的尾巴在這裡 所以這裡是天玄跟天書 以這個方向 然後延伸五倍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 就北斗星在哪邊 然後這種觀星法 其實就是根據 我們相對觀星 不變的情況 來描述北極星的位置 好 然後這個概念 在101年學測裡面 也有把它當成考題出出來 好 所以先知道天玄往天書的移動量 就可以求得天書到北極星的移動量 對 就是說 例如這個題目裡面 它是把它坐標化 對 說天玄的坐標如果是98 天書坐標是71 對 那你要自己想像一下 那個北極星的位置會在哪邊 好 那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吧 天玄往天書 它大概是怎樣 往左兩格 往下三格 好 那接著我們再繼續 把它放大五倍之後 就變成 往左十格 往下十五格 這樣子從71 就可以走到這個 負三負四 好 所以項量 就是它利用這個方向 來跟我們講一些 位置的資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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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